词曲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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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膜是越来越多了 词 武功天 该尽药了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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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子 你来得正好 红二 怎么了 你看 你的机关鸢 又卡住了 可我够不着 词 真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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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等着吧 小心 没事 没事 给 谢谢 今天是香儿满洲岁的大日子吧 这个送给香儿 好精巧的玩具 这可是我自己做的 你也喜欢吗 嗯 好 那等你明年生辰的时候 我再做一个送你 更厉害的 真的吗 一言为定 太夫来找我了 赵小子 我先走了 你也有了 明年生辰的事 我不会忘的 我也差不多该回家去了 太夫 我跟你说哦 刚刚呀 机关园又卡在树上了 幸好 你赵小子帮我拿了下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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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父叔 公子 您回来了 阿父叔 还是叫我昭儿就行了 你可真是 对了 夫人她在找您哪 您还是快些到书房去 这些书卷 让阿父遣人给您拿回房吧 谢谢阿父叔 公子 怎么了 可别让夫人等太久了 阿父叔 是有贵客来家里了 这 我偷偷跟您说呀 是宫里遣人来了 夫人特别提醒我们 不可怠慢 阿父叔 这礼品都是些什么呀 这些呀 可是来自西域的奇珍异宝 可得小心 碰坏就糟糕了 阿母 阿母 渣儿 你先照看香儿一会儿 那您呢 今日贵客云集 你阿父正忙着呢 我还得去盯着厨宫才行 免得怠慢 阿母 您辛苦了 香儿就交给你了 嗯 大爷 请你留伙部的调查也有收入 嗯 你听了点妖魔关系 什么呀 不可以 对 對了 对 香儿你醒了 今天乖吗 对了 香儿 这是你红姐姐送你的周岁贺礼哦 你喜欢这玩具吗 我也很喜欢 灯出沙 夜未央 明月光 照过窗 有我笑儿 长门康 一眠一夜 披草 长 灯出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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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 赵儿 来这儿站好 怎么了 外头 待会儿你就带着香儿赶快离开家 不要再回来了 走得越远越好 好 可是 可可可 都 你一个都不能放过 夏儿就交给你了 阿母 快去吧 莫才会痛 放肆 此乃朝天命官府邸 竟敢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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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赵公子 总算找到你了 扎安全 赶紧来 让开 我来破门 若能保护昭人和小姐 我这老命交代了 也是值了 阿父叔 你 乘过廊刀往前走 再走 不要留下任何活口 走 到那岳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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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儿 别哭 阿熊在 还有阿熊在 乖 别怕 阿熊保护你 明月光照我穿 有我小孩长安靠 一遍一遍一遍 牙 阿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多位大人 煎药 煎药 对 煎药 舍妹自幼有急 每天早上都得吃这药汤 太师兄弟 你也不容易啊 今日要是表现好 请我们将军 多给你加些赏钱 带灵妹去找个好大夫吧 多谢大人 必定不会窝了大人们的大事 好好煎你的药汤吧 破晓出发 差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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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吓死我了 阿兄 小丫头又讨气 来 坐着喝 又是一样的苦药 馨儿别胡说 我每天调的 都是不一样的苦药呢 这药汤就和阿兄的笑话一样 总是换汤不换药 快趁热喝了吧 不然再给我讲个红二的故事吧 你讲故事 我喝药汤 公平交易 好 有一天傍晚 红二在东市附近玩耍 发现了长安最高的那棵树 那是一棵 那是一棵高大的槐树 生长在红二家的庭院 哇 好高啊 红二决定要爬上去看看 爬着爬着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 家家户户点起灯 挂起灯笼 在橙红色的夕阳下 好像半个长安城都燃烧了起来 红二决定 不再回头看长安了 他专心地朝树梢爬着 直到夜深 他抬头看到月亮 觉得月亮好像 月亮好像一面同静 晶莹光亮的 红二听说过 只要诚心地注视月亮 就能看见自己最思念的人 红二看到谁了呢 他盯着月亮桥 却什么也没看到 红二越爬越高 最后爬到了月亮上 月宫金碧辉煌 和长安的模样完全不同 然后呢 然后呢 阿兄要出门了 阿兄一早就要出门啊 是啊 这次机会难得 接到大人们的委托 待那些大人们进山 上千五百 阿兄若是不接着委托 岂不是傻 阿兄 是不是为了香儿的要钱 想多了小丫头 能挣钱干嘛不挣呢 阿兄亲手做的香囊 可以驱虫提神 还可以尽心辟邪 消灾解恶百毒不侵 这个修好了 你要找阿兄的时候 只要吹一声 阿兄就会马上 马上从山上滚下来 知道了 知道就好 走了啊 香儿 怎么了 没事 试试主上 太史兄弟 放心 阿兄很快就回来 你快些回来 好 寇大人 你可算好了 算好了 赏钱五百 不多不少 我是说 你总算是好了 村人都说 你只要有赏钱 什么活都肯干 还真没错 所以我去禀报将军吧 是 将军 一切就绪 好 放 得力 我说太史兄弟 这山上真有妖魔 山里一直都有一些山精野怪的 只是之前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多年来倒是相安无事 那妖魔是从何时开始变多大 几日前山里传来巨响 动物们纷纷逃窜 后来进山 发现了奇怪的破坏痕迹 连岩壁都被击碎了 老猎户们都说 这是大妖作祟 让我们暂时不要进山 有人见到那大妖吗 或许有了 几个年轻人不信邪 结伴进山打猎 就没有回来了 此后再没人敢进山 来 大人 这就是大妖作祟的痕迹 还有吗 有 前面很多 继续带路吧 到了 将军 看来便是这儿了 孙克 在 你来检查痕迹 是 说好的赏钱 大人 我觉得你胆识不错 伸手也可以 还算有点本事的样子 待在这山村可惜了 要不要跟我们出去见见世面 我可以做主 给你多加一倍赏钱 安顿好家人 大人太抬举我了 我哪有什么本事啊 就是懂得打猎罢了 只求尽力完成任务 拿来赏钱赶紧回家 我们李军可不是普通的军队 你若加入 往后便是平步青云路 高攀不起 高攀不起 这都不愿 难道你有什么隐情 能有什么隐情呢 大人就别笑话我了 老奸 天hao 领战 孙克追击 寇颜善后 是 太使兄弟 拿好了 平不清云路 还是走我的山林小路吧 回家 你们几个 搜查附近还有没有参与的要不 其他人随我来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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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妖魔速度好快 差点就遭殃了 之前进山的那些人 怕是胸部棋少 先回村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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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吧 给 怎么回事 子絮 别走 这是怎么了 大药 黑雾大药 糟了 香儿 让开 否则我就杀了 放你走 死的人更多 牺牲一人 换取其他人的安全 划算 香儿 放箭 天下定力 阿兄 阿兄 香儿 阿兄 果然来了 啊 绑起来 是 去看看 是 伤得真重 你 你 人呢 刚刚问出什么了 属家惭愧 此人是何来临 这 属家不知 只知 他是乔戈村的一名猎户 乔戈村的一名猎户 竟有能耐从我李军剑语中救人 传令下去 找出此人 遵命 祥儿 没事的 阿雄一定会把你救回来 不计代价 大王 大王 快救救香儿 小鬼 你又惹了什么麻烦 香儿受了重伤 快不行了 好 又让本大王出手救人 也不是不行 我懂 不会让大王平白出手的 只要能救回香儿 我会解开最后一道锁 助大王脱困 好好 说说小丫头的情况吧 卖向猴戈 他卖向我乱 微弱难辨 不惜呢 不惜呢 气若有死 出气多 入气少 小鬼 你开机关锁 我来帮他收拾吧 大王又无计可施了吗 就是交不活了 活活 要不死也容易 请大王教我 上次帮小丫头调命的阵法 还记得吗 记得 你先化阵法 我一边说 借物代行 竟用天书之力 找出来人 竟于牧师之物 行早坐卧如常 就与常人无异 只是看得见摸不着 有 这 这样与游魂合一 这自然只是权益之计 待本大王破坏之后 再施展仙术 为其消复神区 届时凌肉回忆 才算圆满 这方法伪失离奇 不知大王有几分把握 啊 本大王自是十大九人 小鬼你再坤坤辣辣 就不用救了 成了 接下来 你血脉至亲的血 作为培计 取你的血一生 血脉至亲 那 要是没有 要是没有血脉关联的人 就要取得 可承载思念之物 才可使人 借物代行之术 那 是 承载思念之物吗 把你的血 滴在左腹位 使债天疏之力 把小丫头的圆灵抽出 小丫头的圆灵抽出 借物代行 快 有票阴望 投康三条 来不尊妙 立定人票 雷雷 哥 小丫 香儿 香儿 阿兄 太好了 那是我吗 怎么会 阿兄 我死了吧 香儿只是 你 伤得很重 不过 没关系的 那位大王教了我一个法门 暂时取出你的圆灵 等会儿我解开机关锁 助大王脱困 他便会施展仙术 本大王就会施展仙术 修复小丫头的神之 好了小鬼 到时候灵绕怀疑 自然就恢复了 真的 能恢复吗 大王我这就放你出来 等你好久了 等我接一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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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你 我给你参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好 鱼鱼鱼鱼鱼 鱼鱼鱼鱼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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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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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 我知道了 是这枚临间错位 只要把它搬正 小费 你做了什么 我想把一枚临间搬正 结果 结果你把它弄坏啊 是 坏了你会修吗 你当然不会 大王 对不住 我 你 是大罗姬 你只好去找小白帮忙了 不对 过了这么久 小白应该早就死 你 去上山找小白的徒子徒孙 上山 对 去上山找一群自称货者的家伙 不让他们来修 小白的徒子徒孙叫做墨哲 他 不过是一脉糖汁罢了 墨哲 是什么样的人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会机关书 快去找墨哲来帮你修门 死去上山路途遥远 不知多久 大王 可否先传我修复躯体之法 就你个小鬼 连这简单的先术都不会 还想学修复躯体之法 老师也去上山吧 找人来修好门 本大王亲自出手 好 我们这就出发 前往上山 慢着 你们 是啊 我和阿兄一起 说不定还能帮上点什么忙 小鬼 你有吃过烤肉猪吗 吃过 香吗 很香 远远都闻得到 哪里还敢带小丫头一起呢 啊 她一圆灵之身行走 在各地摇我眼中 无异于美味的烤乳猪 闻闻都闻得到 那该如何是好 啊 小丫头确实不该与你分离太远 啊 有了 机关人先借你们用吧 机关人 屋子旁边 对着机关人 抓着浮鬼的动力就可以用了 把小丫头的园林藏进去 可以掩盖气息 你先随便抓着浮鬼来吧 大王说的倒是轻巧 我连浮鬼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啊 忘了 薛园界没几只浮鬼 离你们家不远处 山里有一座鬼神祭坛 你去那里找找吧 鬼神祭坛又是神 你这小鬼问题真多啊 去了就知道了 是 我们这就出发 啊 路上小心啊 哎哎哎哎 我是说 帮本大王开门之前 你们两个可别死了 特天下 大小姐何必如此 不如咱们去找找那小子和丫头 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啊 是呢 也许大家会有办法的 肯定没问题的 别太早放弃才是 哎哎呀 怎么 突然变得好黑啊 大小姐 你在哪啊 啊 嘘呀 嘘呀 把李佳琪送给李大人 哈哈 哈哈 家里好乱 李军近来搜过 还好我们早一步进了天书世界 门都坏了 仙儿你看 以后没人可以说咱们家独四壁了 咱们家除了四面墙壁 还有满地的杂物呢 阿兄 看看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上 然后就出发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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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途遥远还是轻装俭行为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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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 到了商山 人家末者不让进山 大王不是说末者都会机关术吗 嗯 拿着这个机关玩具说不定可以当做信物什么的 好 就依你 嘿 走吧 嗯 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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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阿兄 我们要去哪儿 去山里 抓扶鬼 山里那么大 我们要去哪儿找扶鬼 到村口去问问王兄吧 他大概会知道些事 我们要去哪儿 我们要去哪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